百度也开始裁员,为掩人耳目借员工报销车票,开除55人。 12月29日有消息称百度员工因为多报销车票被开除。 开除人数多达55人消息,一出不免让人感到疑惑难道百度,也来凑互联网裁员的热忱了。 那么这其中,究竟有什么原因呢?据了解知乎上一字称为百度员工的用户爆料称,自己因为加班过晚打不到车,不得已,拼车回家司机,为了拉拢用户。 也为了避免每张发票数值一样,显得太假,就会多打一些之后,拼车群被举报。 员工因为几个月下来多报的几百块钱被开除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该员工表示,虽然多报销,确实不符合规定,应该接受惩罚。 但是百度也有责任员工加班晚打车时数不得已。 百度也始终未解决这个问题。 对此百度发布内部通报称员工的行为,属于虚假报销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。 触碰了公司职业规则底线,并且还称有规则就要遵守公司的制度,不能打折扣。 这样的解释,似乎能够站得住脚,只是在通报中,百度也提到员工表现优异。 甚至对处理决定,也表示心痛和惋惜,何况涉及金额并不大。 为何百度做出的决定是开除而不是给予警告和处罚呢? 究其原因?虚假报销车票,或许只是一个由头,为了让外界觉得,裁员只是员工犯错,而不是百度刺身的问题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根据该员工的说法,当其被告知解除劳动合同后,不用工作交接直接上缴电脑。 年假没休完的可以休完不休的是做自动放弃没有补偿。 另外有分析称,在新的劳动法理公司,能够辞退员工的理由很有限。 而且用人单位不用支付经济补偿及赔偿金,就能解除双劳动合同的唯一法律。 依据就是劳动合同法第39条而百度开除员工的依据,恰好为第二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。 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在百度的规章制度里,到底有没有事无巨细地提到虚报发票,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。 用虚报发票这一理由,依据辞退55名员工,不禁让人质疑理由的充分性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此外有网友还爆料百度内部正在进行业务线调整,开始节流,财人。 对于百度来说,互联网年底寒冬的到来,无疑加重了其压力。 财源虽是迫于无奈,只是用虚假报发票,来掩人耳目的做法也着实欠妥。